有一個黃色的檔案 我放了所有東西在裡面 第一張紙寫著 What to do? 做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訂日子 訂那個奮花路 老實告訴你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平安鐘是存在的 直到我們接觸了 我說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這樣才慢慢了解 越了解得多 就越知道原來這麼有用 快點 插我玩吧 我也帶一個 傷心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後來我想一下 不是 我應該感謝主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去得很快 一聲就突然沒有受苦 沒有痛 又不用幾個星期 幾個月 幾年 躺在醫院的床上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他又很慘 因為他是一個很 他以前是鬥酒下什麼什麼 是一個冠軍 是一個運動人 是一個運動人 之後我每晚都會祈禱的 我加上這件事 就是希望主給我這麼好死 我 不僅是我 我的朋友 我的親戚 大家都應該是這樣 逢出一件事 你一定有很多角度 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件事 那你就不會太辛苦了 要不然你給自己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不必要的 不需要的 我想六七年前 那時候我七十多歲 都已經說七十多歲很老了 不老 那就先做這些事 我就去找我們的牧師 我就跟他聊天 我說到我死的時候 我當然是來 St. John's Cathedral 我選擇 我好不好選一些詩歌 他就說好啊 我已經知道哪些東西 我說難以守這一首 我選擇一些聖詩 就是要念那些經 我說這個好不好 切不切不切 我不知道那些 所以我選擇了那些東西 做了那些東西 有一個黃色的檔案 我放了那些東西在裡面 第一張紙寫著 What to do 就是做什麼 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去訂日子 訂那個墳花爐 因為墳花爐的設計是很重要的 它有時候一排期排得很久 所以一定要快些拿了一個期 我寫了那些地址給他們 譬如你拿DC的死亡證 就要去合和多少樓 電話是什麼 寫了那些東西在這裡 總之安排了這些東西 跟那個牧師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我做了牧師 不知道幾十年 他說我沒有試過 有一個人 好像你那樣來跟我講這些東西 我都尾尾嘴笑 我說對不起 我人知道有些事情要做 就先做它 如果你養一種東西都不理 到時候 他們會怎樣 倒死螺蟹 不知道怎麼辦 每人都要經過一個階段 生老病死 這些是一個階段 你去到拉尾那裡 我就覺得 安靜一點 那個時期 他們當然會 亂了 我想不用 冷靜 這個過程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可以安排到的東西 之前可以安排到 我就安排了 是這樣 這樣而已 是這麼簡單而已